您现在收看的是UCCTV犹他中文电视台 UCCTV深入报道,我是Elsa 近期纽约华裔警官梁彼得因枪支走火事件 而误杀非裔男子至死一案 得到了全美华人的热议 我们犹他州也将于本月20日 进行支持梁警官的集会游行活动 今天我们有请此次集会活动的发起人 与组织人之一张静先生 为我们来谈一谈本次活动的意义 你好张先生 请问您对本次我们由他集会游行活动 有什么意义和看法呢 我们这次搞这个游行活动 主要是为了表达梁警官的这个枪击事件 它是一次事故 它是一个悲剧 首先我们对在这次事件中 被物鸡致死的非裔男子 表示深切的同情 而且对他的家人表示深切慰问 我们希望法院跟检方 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可以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独立的事件来处理 这次这个事件给我很不由地想起 当时98年印尼排华事件 说明了一个民族在外面如果不团结 在政治上没有地位的话 那不管他在经济上 在教育上取得什么成功 他是没有办法来保证 他这些成果的安全 最重要的事件 我 собствен的事情 cha